来看到正圣苗栗苑里圆里镇的彩绘稻田 已经成为当地的观光特色了 今年第二期稻作 抢先以11月11日的光棍节为主题 推出脱离单身的彩绘图案 希望把彩绘稻田打造成年轻人的约会景点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空中鸟看 1111单身节告别单身的字体 搭配一对小情侣的图案清晰可见 这就是苑里镇二期稻作最新的稻田彩绘 今年除了黄 白 紫 黑 绿等五种品种之外 更加入了象征喜气的红色稻作 我们也把最新的红色全部运用在田里 每年都会有不断的创新与变化 其实苑里镇不断是苗栗县的股仓 近期更栽种高经济作物单身大获好评 因此稻田彩绘才会抢先搭配 以1111光棍节为主题 利用单身谐音为即将在11月举办的 找到幸福单身派对活动提前宣传 也让游客感受到情人节的浪漫氛围 还不错 蛮像棋戏的 对 拖单就对了 苑里镇稻田彩绘已经迈入第22年 平常开放民众免费参观 这一次告别单身主题 预计将可维持到11月中旬 期间随着水到的成长 更会呈现出不同变化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一趟稻田彩绘艺术之旅 记得张兴杰苗里报道